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仅要感谢郎平的指导 球员们的努力 也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尤其是朱婷 不愧世界女排第一人 朱婷年薪被曝光 你知道她的年薪是多少吗 如今的朱婷现在已经荣誉满身 她曾经获得过优二领女排世锦赛冠军 世锦赛冠军 奥运会冠军等等 只要她出场 基本上都能拿到MVP 其实朱婷从小的时候就展现出很好的排球天赋 不过她并没有因此而骄傲 还是依旧努力训练 虽然之前世界第一主攻手是韩国的金阮景 不过随着朱婷的举起 她才是现在名副其实的第一主攻 甚至被大家认为是世界女排第一人 而朱婷到底有多么受欢迎呢 让我们来看看她的薪水方面吧 朱婷在土耳其夺冠时 当地的球尼都为她欢呼 不过这个难题也出现了 那就是朱婷与球队签约的时间也到了 欧洲其他国家更是150万欧人去签约朱婷 要知道折合成人民币 可是1186万元 在之前公布过世界女排最高薪水的球员是来自古巴的莱昂 她以140万欧元位于榜首 不过现在 朱婷容生榜首 不过金钱对于朱婷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能为国家队贡献更多才是最重要的吧 然后记者问朱婷 如果退役最想做的是什么主题 毫不犹豫的说自己想当一个美食家 因为大家都喜欢吃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自己的美食来推荐给大家了 在这方面可以看得出 朱婷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她并不会过分的追求功名利禄 因为她始终记得自己的理想 从头到脚踏实努力的去奋斗 编辑 王超审稿 刘刚本文为百家号作者独家原创内容 未经许可不得已任何形式撰载 声明 文章为原创内容 警务撰载 图片来源于网络 金钱连山 好ja名 trivia! 感谢观看